这位姑娘 这位姑娘 五叔叔 我是杨小艺 您还记得吗 小艺 你怎么在这儿啊 阿姨在家吗 在 在 在 她有病 什么病啊 她干活不小心 把腰摔坏了 现实的大夫说呀 治不了的 躲过床脸里面多的 这老头子 那边边谁来了 我听见了 一定是有人来了 现在来个人 你都不告诉我 你们有个人 叔叔 那阿姨摔伤以后 有没有去医院 照个X光片啊 好 照我 能给我看看吗 那你坐着 我去找找啊 找什么呀 死鬼 你告诉我你找什么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找你的病历呢 找我病历干什么呀 你别瞎操心了 找着 刚才我听你 跟外边有人说话呀 好像是这个女的 你是不是想告诉别人 我病治不好了 你把我气死了以后 我跟外边的小娘们一起过 别瞎说 外面 是四民的同学 大民没有女同学啊 是 是永成的 永成的 永成谁啊 永成谁啊 你进来叫我看看呗 来 阿姨好 是 杨家大小姐啊 出了人越来越好看了 进来吧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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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无审的病历 这是X光片 我回去好好看看 阿姨 能让我看看您的腰怎么样吗 来 老师 看我的腰怎么 看我的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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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家 帮我家亲家农残 你帮我家 太惨了 你看 疯了 你看 疯了 你看 你没两口气 小姨啊 你屋身有病 我心里憋屈 她都坏了 你别往心里去 大民 我不是说过不让你来找我吗 臭小子 送出你同学 送什么送 自己没张腿啊 吴叔叔 那我先走了 你怎么这么对人小意啊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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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小姨这 大民 你话跟你好好说 等一下 你把人拉走 这是我给阿姨看病的钱 用不着 拿回去 吴思雯 你有那么恨我吗 杨小姨 本来我什么都忘了 你为什么非要让我想起来啊 你来青云干什么 我是来青云工作的 我来这儿 根本就不知道你在青云 那你现在知道了吧 知道了就离我 离我们家远点 吴思雯 我们都在青云见面了 为什么不能把过去都忘记呢 就当过去没发生 好不好 这个钱我给阿姨看病 是我的一点心意 杨小姨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想补偿 你省省吧你啊 我现在用不着补偿 你已经侮辱过我一次了 现在你不要用这钱 再侮辱我一次了 离我们家远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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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试试看 离开一村半 慢慢的捏几下 慢慢往下移 像这样 慢慢地 来 你过来试试看 离开一村半 慢慢地往下移 大拇指 慢慢地往下移 你这个同学啊 休周一 整个星期日呢 都在厂里上班 那好 以后我可以用周日的时间 去他们家 这样就不用跟他见面了 我特别纳闷 学习雷锋做好事 干什么不见面呢 不知道 他不愿意我去他们家 他也不想见我 不过我借口给他妈妈看病 他应该不会阻拦我 好 决定的是啊 就坚持下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一个人做件好事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而不做坏事 等我有空 我也去见见你这个同学妈妈去 好吧 您可不能见他 他妈妈脾气可大了 我还怕我去给他认出来 回头再把我骂出去 我跟你说 我有这方面经验 我年轻的时候也照顾我公公 人久病了以后心情特别焦急 你去干什么 春风化雨 好好给人家治病 我支持你 好 好 小妮啊 回来拿你的 没事 待会儿您给我准备一盏油灯 我要敷药用 好 你躲开啊 我看不见大夫了 大夫是啥巴呀 骗你干什么 人家学雷锋做好事 免费下来给咱治病 你得好好配合啊 人家还整个药膏 一会儿给你敷上 说过多少遍了 我记真了 你当我七老八十啊你 你躲开你躲开 你躲开吧 大夫啊 谢谢你 我谢谢你啊 我这个 我今天喝出去了 忙我拿 死马灯火马医子 大夫 您忙着 我去干活了 嘿嘿嘿嘿嘿嘿身又麻油又疼的 Earlier Joe Zi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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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时刻 盼着有一天 他和吴水都可以重新站起来 您哥 水泥场的帮孙子可是指着你的名字叫号呢 是啊 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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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跟他们打了 对 不打了 今天今天今天接下来的那天啊 今天今天接到妈妈的来信 今天接到妈妈的来信 她告诉我 我这么快就这么快就让我这么快就这么快就这么快就当上了爸爸 我突然有些迷茫 当然更多的是惆怅 妈妈还在心中说让我在时当的时候也考虑一下个人问题 他说这也是刘叔叔的愿望 这是我对真空抽气泵的改造图 如果可以克服技术上的困难 这个就能解决真空管的纯度问题 好 太好了 你现在终于把心思放到正道上了 浪子回头金不换呢 如果实验成功 车间给你向厂里请功 知道吗 大民晚上又不回来了 最近怎么搞的老不着家啊 没听大民说嘛 他们成立了一个轻功革新小组 天天哪在厂里加班呢 革新小组是干什么的 说了你也不懂 就是工人搞科研的意思 工人当他好好的搞什么科研的 他 这婶子要求进步是好事 你可别瞎琢磨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的 大民肯定跟那个姓杨的丫头 搞在一块的 杨小艺 你这歪脑瓜子瞎琢磨什么呀 你这个鱼木脑袋你真是 你不知道的事太多太多了 我告诉你 你想想吧 把口罩摘了吧 大热天了 我看着你都难受 早就知道你是谁 臭媳妇早晚来见公婆 当然你不是我家的媳妇了 杨小艺 我就不明白 你把自己弄成像特务似的 你涂的是什么呢 我能涂什么呀阿姨 就是看着您老这么躺着很难过 想能有没有办法帮您把腰治好了 别把我当幌子啊 你是想在我们家大明身上做文章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实话告诉你们 五年来我最恨的就是你 我就不明白 我们家大明跟你写信有什么错啊 你就拿着个信 找刘书记的儿子给他看了 你小小年纪你太失脸了 你想攀高枝啊 那边不行了你又找我们家大明 好马不吃回头草 我告诉你实际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 兄弟们 闭嘴 我就不闭 我今天想明了我对班的事说清楚 我一辈子挺着腰杆我做人 我不能为了这个老腰把我儿子给卖了 阿姨 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好 年纪小不懂事 做的事让你们一家人受了委屈 你看现在 我正好到清云还碰上你们了 我就在想有没有机会能补救一下 补救 这是能补救的事吗 一说起这事我气不打一处来呀 你把我们家大明给毁了你知道吗 他什么料你知道吗 做办公室上大学的料 现在可好当了工人了 你把我们家老头子也毁了 以前给县委书记开车 现在赶猫磷了 你就差了多远 叔娘嘛 你胡说什么 你自己儿子不争气 你怨人家干什么 快把我给扯上了你 你干脆你说你的腰 你只要运动坏你得了 你以为不是吗 要没有他逼咱们回老家 我能下地干重活我腰成这样吗 走 不给他治 让他叹就算了 叔叔 阿姨一次把话说明白了 这样他心里也痛快 要不然他老也憋着了 说实话 你就是想在我身上做事业 做不好了 没事啊 你不负什么责任 做好了 你这家伙有功了 可以在我们家大明 大明面前你摆功了 对不对 阿姨这个您真的冤枉我了 给您看看 您看见后背上的针眼了吗 那是我一直在跟个中医师傅去针灸 但我知道这个要是没有一段时间 练不好 万一扎错了穴位 还会把您给扎坏了 所以没敢在您身上练 还这边 你看那个红印 都是贴膏药 把皮肤给粘的 我想吧我就先学按摩 至少 至少这中医按摩呀 能缓解您的痛苦 您看 咱们这段时间按摩还是有成效的 您都能 这样不靠着都能做了 要不要咱们再坚持一个疗程 可别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啊 阿姨 其实我每个星期天来给您治病 就是为了能躲开五四眠 真的没有您说的那些想法 我俩现在连话都不说 不信你问他去 您就不想有一天能下地走路干活了吗 咱们再坚持坚持吧啊 我们今天能够 unpack 说的是好 好 走 夏天 行 衣 我会做一些 太快了 连我们团长都抱上外孙儿了 她那儿子跟谁姐姐婚呢 姜米燕燕 也是我和四明的同班同学 米什么燕 不认识咱们 那个唱戏王湘南的闺女 我见过 当年咱们大明没出任的事了 那大学 不在大学那部队里 那也提干了 你说是不是 说说怕什么的呀 这丫头不过也没得好吗 跑咱们这个穷地方的 龙生龙 凤生凤 这都是命你信不信 爸 妈 你回家正好 看同学来的 臭小子 一点礼貌都没有 这都是我 lk跟老公 看同学来的 看同学来的 你那样的 那都是我的 我们来这一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傅 尝尝我见的鱼 这小鹰白鱼可是我们牵鱼的特产啊 好长时间没见了 在哪儿买的呀 不是买的 是师哥们捞的 没有啊 也不是我 不用问了 有师妹的师哥都是火雷锋 吃吃 她们做好事呀 从来不留米 对对对 吃吃吃吃 好 吃吃吃 张股长 现在我们厂里那里就这么个情况 反正你也 任主任 您找我 小易 来 你看看 不认识了 这不是劳动局的那个张股长吗 是他和局长到你们学校去招你的干 忘了 这是局里的小赵同志 张股长好 小赵同志好 好好 小安同志 我们私来坐下调查访问 看看干部适应岗位工作的情况 小易 来坐啊 小易 来坐啊 我说你老低着个头干什么 地下有金子 你都把我给急死了 我低头怎么了 你以为人家真的是来访问哪 人家是来相你的亲 小赵同志不错呀 他爸爸是我们地委领导 行政十三级的大高干 你看小赵同志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对他印象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 杨下易同志请楼部 我想跟你谈谈 听说你不同意和我出朋友 我想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 我倒是想听听 一个机关干部 一个工厂厂衣 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合适 你刚才也说了 你是干部 我只是个厂衣 所以我条件不够好 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太合适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呀 杨小易同志 我是不会在乎这些差距的 我挑女朋友的要求是很高 但是个人条件是低位的 你的个人条件 就很符合我的标准 所以其他条件嘛 我可以适当降低一些 至于工作上的差距 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弥补 但是我个人认为 思想上的差距是弥补不了的 所以呢 我还是配不上你 谢谢了 我听出来了 你在嘲笑我 这是您的个人理解 对不起 请让开 杨小易 杨小易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长得漂亮点吗 除了这个 你还有什么可骄傲的 我告诉你 青云很小 我倒想看看 你能找什么样的男人 咱们走着敲 好 你怎么从来 是不相似的 你可以去买 我手我们就想要 你早些 你来 你看你那个幸灾乐祸的样子 你能说你不知道 我哪幸灾乐祸了 我是挺讨厌他的 但我不至于去找人撞他呀 我没有幸灾乐祸 我是真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 不知道 真奇怪 小赵同志说撞他的那个人 口口声声说 要替你报仇 谁 谁呀 是不是你的两个师兄啊 去 把他们找来 我问问他们 喂 主任 如果是他们干的 厂里会处分他们吗 怎么 你们还要串供啊 没有 不是这意思 我觉得你也别找他们了 问也问不出来 那个小赵实在要追究的话 就让他来找我吧 人家小赵同志很大度 就是跟我反映一下情况 小赵同志 人挺好的 你还是考虑考虑吧 九云你饶了我吧 我还得工作去呢 哎 你 你 话还没说完呢 我这儿要跟你谈工作 五四青年节要到了 我们厂和兄弟厂要开一个联谊会 你是大学生 厂里领导说 让你上台发个言 谈谈新的体会 好吧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是大西北 是大西北 一个平静的夏夜 是高原上 月在中天的时候 一盏盏灯火扑来 四流营飞走 一重重山林闪过 四浪头奔流 此刻满车歌声已经停歇 婴儿在母亲怀中已经睡水 在这样的路上 在这样的时候 在这一节车厢 在这一个窗口 你可曾看见 那些年轻人闪亮的眼睛 在遥望六盘山高耸的风头 你可曾想见 那些年轻人火热的胸口 在可念人生路上 第一个战斗 哎呀 我们场厉害不厉害啊 这个女孩子 是刚从北京来的大学生 你看人从首都来的 思想觉悟啊就是高 来 再给顾部长 下面我们有请 新云线霓虹登场的 古思弥同志 向台领奖 好 让我们再次出客五四名同志 获得团地位颁发的新公益八名成果奖 五四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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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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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名五四名五四名 五四名五四名 五四名 五四名 一展友谊之根 下面就让我们开启这展友谊之根 你们看那不是姚晓依吗 她背景小姚香呢 没错 我看就是晓依 对啊 就是啊 对啊 就是啊 就是你晓依 就是你晓依 对啊 是啊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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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 您想着啊 你可别的 但是我来帮你 你才来帮我 我去把你跟着 我来帮你 我去把你帮我 我来帮你 我来帮我 我来帮我 千万个金颜 万一万 把心胜伤心 不得了出花 让王军唱一首 有一首歌 喜欢吗 喜欢 这是专门给你做的 可能不相信 从我在青云见到你的时候起 我就琢磨着 给你做这样一盏灯 怎么了 你的头发 我的头发 是我自己拿火键子烫的 我拿火键子差点给烫糊了 兄弟们快来啊 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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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快来 兄弟们快来 看见没 牛能场送的 已经挂在咱们场门上了 说是为了友谊的万岁 永远能送给咱们永华场了 这回你可行了 现在全场都知道了 小艺 你这同学可以啊 你下班了干嘛呢 小艺 看什么 你看那个 有一万岁 有一万岁 这谁换的 胡闹 把他下了 你挺好的嘛 你讨什么呀 乱弹琴 有一万岁啊 主席 你这太老套了 谁老套了 让我这万岁 看看事儿的不失点 我觉得挺好的 你看看 几个场的联谊会 成了你们俩人在联谊会了 是不是 把我也给骗了 你说你们搞的什么名堂 你到他们家给他妈治病 结果你是另有目的 不是 不是 真的不是 怎么不是 你说 你们俩是不是好上了 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你看 我还给你 以为你是在那儿 学雷锋 给你抱先进 让你上台发言 什么好事都让你看 不是 主任 不是你说的那个 哪样啊 到底是哪样 你跟我说说清楚 那霓虹能怎么回事 她为什么 只跟你一人跳舞 不跟其他姑娘跳舞呢 这我还真没搞明白 在这之前 她一直不理我 连话也不跟我说的 我不跟你说话是吧 你那意思就是说 她来了一百八十度 大转弯是吧 对待你以前 像对待敌人一样 跟冬天般的无情 现在对待你 又跟春天般的温暖是吗 对对对 主任 就是您形容的这个样子 别笑 细皮笑脸 我告诉你 人家小赵昨天告诉我 拿自行之状态的 就是她伍斯敏 不可能 伍斯敏也不认识她 离开 你说你没好 你还替她说话 我告诉你 你得到我办公室去 找你算账 这孩子 一万岁 干嘛站着 饭 饭 饭 喝饭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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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人了 师父 您看 牛能场送的 有一万岁 不错 这小伙子 手艺不错 想当年 我跟你师母出对象的时候 我用厂里废料 车了一个框 这么大 她一直不用 结婚以后啊 就放家里柜子 当摆设 师母肯定是把她当成 珍贵的纪念品了 也不懂什么 纪念不纪念的 反正啊 她当宝贝 小姨啊 你要嫁给我们工人哪 也没什么不好 虽然我们工人是大老粗 但是心地直 心眼儿好 再说呢 也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 我看你这个同学啊 挺好 小子 都走 下班了 师父 回去 回去 师父 我没有 你们能跟他比吗 这样 好 自然 怎么同学啊 提式 我 莽наруж 你 莽 Lore 这不肯定住你希望 我希望你希望 我希望你希望 真的 只要我们结婚 我马上叫我爸 把你调到县里去 谢谢你 我在这儿工作挺好的 不想调动 你有那么好的风度和口才 整个青云都找不出第二个来 只要你去县里工作 那一定是前途四次的 我是说真的 我希望 我们可以并肩工作 比翼其妃 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小赵同志 杨小义 你就像我带刺的玫瑰 但是你越拒绝我 我就越想把你摘下来 我不是什么玫瑰 你搞错了 杨小义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想嫁给那个野蛮又粗鲁的工人 他叫武思民对不对 你们两个串通起来 用下作的手段谋害我 这口气我不可能白白的也想 天空 无声无息 我看不见你 风吹过的气 点点滴滴梦里 心爱的心 未曾平息 时间的眼来一滴 落下 竟如此美丽 劣灵 遇上了岁月的呼吸 化解了凝结的回忆 用一身寻找自己 心底 那宁静的痕迹 是默默暮光的日子里 温暖不是世纪 用一生寻找自己 心底 那宁静的痕迹 是默默暮光的日子里 温暖不止是 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